大家好,歡迎收看理財友方 疫情持續大半年,各行各業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中小企也都面臨倒閉 電子轉型會不會是他們的出路呢? 有機構最近做了一個有關的調查 今集我們請來Visa香港及澳門商戶業務總經理 何俊傑和我們討論企業對數碼轉型的取態 Gavin 你好 Kandice 你好 其實大家都留意到疫情之下 我們的生活模式都改變了 其實現在在消費層面上 中小企有甚麼難題要面對? 如果要自救有甚麼方式? 其實我們都意識到 當前中小企經營的環境是相當困難的 但我們也看到這個疫情帶來的改變 是會比較結構性一些 是有一些長遠的改變 我們在5月做了一個調查 就發現中小企目前最大的困難 就是怎樣可以持續增加它的收入 怎樣優化現金流 以及怎樣可以提升它們的營運效率 我們也看到其實不少中小企都已經開始 嘗試一些新的銷售模式或者策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餐廳 他們會嘗試去跟一些外賣平台合作 一些補習老師或者興趣班老師 都嘗試一些新的網上教學 隨著這個消費者的銷售模式轉型之下 調查亦都指出這個趨勢會持續下去 就發現在尤其是25至34這個客戶群 他們網上購物的取向會增加 變成我們也鼓勵中小企會嘗試多一些去採納一些 或者拓展一些新的銷售渠道 以及採納一些新的支付科技 去幫它們做這個轉型 電子轉型都包括在家裏工作 以及開設一些網上平台 這些對於大公司來說就非常普遍 但是中小企在轉換跑道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又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助它們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中小企最缺乏的就是一些資源 尤其是在推廣或者營運之上 另外一個考慮就是可以和一些現有香港的網上商店的平台去合作 變成它們可以提供一些一站式的服務 可以很簡單方便地可以開設到它們的網上商店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公司都會有它們的商務信用卡 在應付一些短期的資金營運 也都可以很有效地可以令到它延長或者減低它的現金壓力 來應付這些供應商的開支 也都在看準這個機會 我們都和很多不同的金融科技機構 去合作達成這個商務的支付解決方案 就變成可以應用在不同各行各業的供應鏈的支付上 非現金的付費方式就成為新的趨勢 疫情期間有沒有看到更加多的交易金額或者次數的上升 看回報告 其實有七成半的受訪者都認為 相互採用電子支付方式是重要的 市場其實是否都對於支付技術有新的需求 在這一方面其實趨勢都很明顯 例如在實體交易上 感應式的支付模式已經在每10宗有7宗用這個模式進行 相比疫情之前的5宗提升了很多 另外一個就是網上支付 網上支付其實在今年1月至6月期間 撇除了一些旅遊相關的行業之外 其實那個增長都持續在雙位數以上 因為這個需求 都看到不同的公司都採納一些新的支付技術 去確保這些交易可以安全地進行 而我們公司已經全球發行了超過10億個代碼 在香港亦都按年增長了25% 新踏入電子商務市場的中小企 可能對於網絡經營會不太熟悉 在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 其實有些什麼要留意呢 要看回中小企本身自己的營運環境 或者他有沒有一個現有網上的客戶群 他直接可以透過一些社交平台可以接觸到 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一些一站式的服務 去令到他可以很快地開店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透過一些網絡的交易平台 利用他們現有的人流去拓展他們新的消費的渠道 當然我們也看到不同的中小企在挑選這些合作夥伴的時候 一定要跟一些信譽良好 以及他們支付系統的穩健是很重要的 對於他們的客戶群來說 無論是本地或者海外都要希望找到一些有認受性的支付品牌合作 無論是政府還是一些半工營機構 其實都有不少資助和貸款計劃 知道你們公司都有推出相關的服務 其實它的形式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都看到政府和半工營機構都推出了很多紓困的措施 其實都希望中小企業都不要忽略私營機構提供的支援 例如我們公司也有一個目標 是在未來希望支援超過5千萬家的中小企 去協助他們經濟轉型去應付疫情的挑戰 初步我們和本地一家網上的商店平台合作 都看到一些效果都非常正面 其實超過六成的中小企 都是看到他們新的嘗試第一次在網上 拓展這個銷售渠道 而亦都包含了一些比較傳統性的商店 例如一些買食品、買茶具等類型的商店 在你們的服務裏面 其實都會不會包括了一些可能雲端的服務 始終都是一個新的趨勢 當然了 其實在雲端的服務之下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不少的中小企 去提升它的營運效率 例如一些推廣的服務 或者在會計上 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可以提供給中小企 今天謝謝Kevin和我們分享一下 中小企轉型的需資格 我們下集再見